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帮助与力量 今天我们要阅读和思考的经文是曲子 历代字下28章23至24节 他即是攻击他的大马赦之神 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 我也献祭于他 他好帮助我 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 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锯了来 毁坏了 且封锁耶华殿的门 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 当亚哈斯陷入极难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 不管任何什么人或任何神明 只要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 渡过难关 他一个都不放过 我们看见 亚哈斯除了选择寻求亚述王的资源 在大马赦看见亚述王击败亚兰的主神 被视为主管风与雷的哈达之情景 竟然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在各处也建立起击败亚兰主神的祭坛 除了自己亲自祭拜之外 也鼓吹自己的子民向大马赦的所谓外邦神明来献祭 或许对亚哈斯来说 认为这些敌人的神明 竟然能够帮助对方屡战屡胜 表示其力量强大 说不定经过祭拜之后 他也会助自己的一臂之力 解救被其他国家民族侵犯的危机 从亚哈斯的这一些举动 更反映出 亚哈斯已经离弃及不想要 依靠耶和华真神 亚哈斯甚至将神殿里的区民都聚了来 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 殿的门不让他的子民 也没有努力地去分辨 亚哈斯陷入危机时刻 到处寻找自己认为可依靠的任何人 或是任何一个神明 反而导致他往错误的方向 越陷越深 耶和华曾经吩咐吩咐他的以色列子民 如此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耶和华真神要求属于他的子民 单单敬拜他 侍奉他 他会眷顾和保护 尽且爱他的人 并且他也是值得我们如此行 请问我们现今是否跟亚哈斯很相相 面对危机或难关时刻 我们宁愿选择去信靠和依赖 自以为可以给自己帮助任何一个人 或是到处去膜拜 看似具有强大力量的各种的神明 以为越拜越多 就会得到越多的保佑 忘记了 真正拥有人力给予帮助的 只有一位 就是耶和华上帝 并且除了他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 感谢祢赐给我们救世的恩典 使我们得以成为祢的儿女 可求祢放逐我们 不论面对任何的困难 患难 试探 隐忧 我们都能够相信 祢是我们所依靠的真神 除了祢以外 我不可有别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